主侧,脚后跟痛,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一个转头啊,一个转头啊,一直往地底下转 一个转头一直往地底下转,一个转头一直往地底下转 一个转头一直往地底下转,一个转头一直往地底下转 那实际上是个灰点,那个转的实际上灰点 一直往地底下转,一直往地底下转 它那个管子有的处有的细,现在那边是比较细的 一直往地底下转,一直往地底下转,一直往地底下转 一直往地底下转,一直往地底下转 因为大管子转好以后,陷下去以后 它有时候会在有的地方有的间隙 有的间隙的地方还没有合了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把那个细管子 挖那个细管子,挖那个细管子以后再把那个凝胶打进去 因为凝胶打进去过一阵子就凝固了 凝固了以后,如果两个交界处没有完全吻合好的话 那就用细管子打下去 现在打的就是细管子,打的细管子打下去 打下去以后,然后用那个小灰点灌那个凝胶,灌下去 然后那个区口,那个交界处缺快点 完完全就吻合了,完完全就吻合了 然后那片银子就顶起来了,那个地桥顶起来了 因为顶起来的是个交界处有可能有空隙的存在 所以像这样的空隙都会补全 这样的都会补全 这样一补全以后 这样一补全以后,然后那个凝胶还有机缘作用 机缘作用 那么就这个半球,从那个半球中间就隔开了 公开了也没有信息在里边传 结果人生活在地球上互相安宁一点 不然的话,这边的一个什么信息 从地底穿过来 那边一个穿过来 因为那个被摸地底下搞穿了嘛 搞穿的是互通的 组编球的坏心情马上传到右半球 右半球的坏心情马上传到组半球 这边的灾难马上到那边 那边的灾难马上过来 实际上几个国家之间没多少区别了 都是那个灾难互相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因为那个不结缘不屏蔽嘛 现在做了一刻就结缘加屏蔽 结缘加屏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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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又进了一步了 好,知道了 好,再见 再见